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问题,就是最近我就发现网上有很多人就发信息嘛,就是说接运小房子,求大家接运小房子。 我在想,如果我们接运给他的话,如果大家会不会被业呢? 很简单,接运小房子,你不要,你如果给他小房子的话,你不要去想给谁。 你不要去了解他最好。 知道了,你就念完,所以接运小房子最好是什么,你知道吗? 就是平时自己一间小房子存着了,人家要你给他一畅目就好了。 这个因为你念的时候,脑子里没有想到这个人,所以呢,这就不存在,你替他背很多,明白了吗? 如果你比方说这个人说,哎呀,我现在某某某都干来了,你帮他吧。 这个时候你在念的时候,你老想着他干来,实际上你就帮他背了。 你比方说这个人说,哎呀,上升干来的,你能不能接运小房子啊,你正好有一百张的,你拿一张给他们好了。 那你就不背了呀,听不懂啊,那如果帮别人烧的话就容易背了。 那当然了,帮别人烧也没关系,也没关系的,道理就是一样,只要你念经的时候没想着他,就没关系。 明白吗?其实接运最好的方法给他借过去,你不要省这个邮票,你让他自己烧的话,你可能会替他背的很少,很少,很少的。 哇。 你自己替他烧的话,你一定会替他背的,明白了吗? 明白了。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学,他接运了一千多张小房子,但是又不知道质量好不好,现在也不管他,不知道怎么办。 接运了多少? 一千多张。 一千多张是吧? 嗯。 那接运了一千多张,你只能让他烧下去看看了。 一千四一下哈。 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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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吗? 嗯,还有一个。 叫他千万不要一下子烧啊,一点点烧。 好的。